白化佛法 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 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 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 在白化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 开启我们云云众生的佛性 修改我们的命运 请收看卢台长的白化佛法 所以佛经就是这么的经典 如果证悟成道的人能善分别一切法相 他们虽然心中知道 这个事情吵架了 这个好还是不好 有这个意念 但是他虽作意而不作 也就是说我虽然有这个念头 但是我没有进入这个执着之相当中 所以说空 是不是上几集跟你们说到空 还有无相 还有无作 你这个人心空了 你知道一切是缘分了 你不会去参与在人家家里吵架的事情 你就空了 你就空了 你空的话 你是不是无相啊 你觉得太太好 还是人家先生好 无相 不作相 因为我是太太的朋友 那我就说太太好 因为我是先生的朋友 我就说先生好 不作相 然后你就没有作为 你也不会去讲别人不好 你也不会去劝架 你只能笑笑 这个你很明白的道理 那么这个就是佛经上讲的三解脱门 那就是师父上次跟你们说的解脱门 因为你能善分别 你用这个如如不动的善分别 因为你当下你自己信空了 你不会为人间的一切去着相 所以这就是第一意 就是第一意 什么意思啊 就是佛学的第一意地 就是真谛 真谛是什么 就是我们讲的要三解脱门 因为他本身是空 所以他无相 所以他无生 所以《心经》当中就是讲的 无生 无相 所以佛学的真谛 并不是说形而上的道体 形而上的道体就是说 不是形式上的佛道的体现 而是真正的内心的一种智慧的体现 所以现代的哲学解释 学佛人经常讲的本体是什么 其实本体就是你的真谛 就是你心中的认为 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的 就是你的本性当中的真谛 而任何人不能改变的这个真谛 所以说真理就是这样 所以人家过去经常说 歪理十八条 真理就一条 就这个道理 因为你心中有真谛 所以能善分别诸法相 与第一意而不动 如果你今天能够善分别解释 世界上的一切 法相就是一切的现象 这就是你心中的第一意而不动 也就是说你卢碌不动的本性 你知道的真谛 所以怎么样也不会改变 就第一意地 所以凡夫心意识的境界 它是随外境而变化 别人说这个人好 你就说这个人好 别人说这个人坏 你可能跟着他一起说坏 而一个有智慧的人 他心静 心自己静下来了 他可以度到诸禅 什么意思啊 就是心静已度诸禅 当你的心明白了真谛之后 你的内心就有禅定了 所有的禅定都会出来 所以一语诸法得志在 你对人间所有的法相 发现的所有的相 实际上你都能够看破 你能看穿 你能觉悟 你当然得大自在了 那比方说两个人吵架 吵了半天 你笑笑 你想到了 这是因果 明天他们会好的 过几天你再去看 他们两个保证 好得不得了了 你知道这个异地 你怎么会 卷路到这种矛盾之中 所以能善分别诸法相 就是你的行为和作为 与第一意而不动 所以佛教 为什么叫我们 如入不动 不要因为别人说 不要因为别人说什么 而改变自己的观点 不要别人在做什么行为 而改变你自己的初衷 不要因为别人在想什么 而让你内心跌宕起足 这就是师父告诉你们的 那么你们可能看见别人说什么 你说我要克制这个成立 如果你说别人在做什么 你看到了 你听到了 那么你说这是事实 那么别人在想什么 你说我没有看到 我也没有听到 我也没有看到他做什么动作 我也没有听他说 为什么我会这么生气 这么难受呢 因为别人的思维 会影响到你 因为别人的思维 在非常微妙的一个人生 内心的展现当中 他会以微妙的表情和微妙的行为 让你感受到他 对你的嫉妒 或者对你的称恨 或者对你的赞扬 这就是心理学上讲的 就是body language 就是语言肢体语言 所以人跟人 而且心有灵犀一点通 这个灵犀实际上讲的就是 我们第六意识 眼耳鼻舌生 那是五个意识 他这个是单一的意识 而第六意识 那是全方位的意识 他的感受 他跟这个人一接触 他就知道这个人是善意的 还是恶意的 人家没有讲过话 但是你就知道 他今天来是来者不善 这就是人的灵犀 就是第六感觉 所以我们要懂得这些之后 我们要鲁鲁不动的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懂得这个世界上 一切都是虚幻的 我们只有找寻到佛的境界 自在而不执着 我们才能自在而不执着 我们才能知道这一切都会过去的 就算我今天再大的困难 我明天还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明天 我今天再大的烦恼 我明天就没了 因为这是无偿的 这是用正能量的无偿来解释你的人生 而不是你天天混日子 觉得反正这是无偿的 我无所会 所以事故弃所死法 也就是说懂得这个四圣地的都要好好地棄手 我们说棄手归于熟悉地 也就是说棄手就是磕头 所以《心经》里面讲到照见五蕴皆空 五蕴就是你见到的人间的色寿想行事 那么你怎么样把自己的意识也能照空呢 那么就要有般若利 般若利就是智慧 好 今天因为时间差不多了 所以师父想下一次继续跟大家讲 《心经》里面的照见五蕴皆空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最后师父要跟大家讲个故事 人间的一善 结百哉 所以很多人不要以为做点善事 好像没有功德 在《藏经》当中有一个印度人 他在马路上 在花园边上捡了一朵花 他没看见过这朵花这么漂亮 花是金黄色的 金黄色的 非常庄严 他想先插在自己的脑袋上 庄严一下 所以过去人家说 捡到一朵花 插在自己的脑袋上 非常庄严 为什么 好看呀 大家看着 哟 好啊 就是庄严 后来一想呢 哎呀 我这个脑壳啊 是无常的 他就是说自己是无常的 然后呢 再一想 我要是死了呢 这个脑壳就被狗吃了 或者被狐狸吃了 或者其他动物吃了都不一定 嗯 不配戴这朵花 所以他就没有把自己这朵花啊 放在脑壳上 他用手啊 捧着这么一朵漂亮的花 走到寺庙去了 他看见释迦牟尼佛的像 非常的庄严 他就念佛 大家知道什么叫念佛吗 那么释迦牟尼佛 那么本是释迦牟尼佛 那么本是释迦牟尼佛 就这么念 念了之后呢 因为他念佛的这个功德啊 他身上突然之间呢 发热 每个毛孔都张开了 哎呀 热得不得了 非常舒服 像我们现在学佛人念经 念得好的 也会浑身发热的 那么在供花的时候呢 他想啊 他说 诶 佛是大慈大悲的 佛是非常有智慧的 佛是福慧两足尊的 就是福慧的 又有福 又有慧 智慧的 佛一定能加持我 我以这样的心 来供养花 佛一定会加持我 那么供养完了 他把花 放到佛陀的前面 然后他就说了 我供养花 究竟有多大的功德呢 他就在想啊 我供养这朵花 给佛陀 有多大的功德呢 心里就衡量 供养这朵花的功德 他自己不知道 有多大功德 他就找到一位比丘 这比丘就在和尚 他就说 哎呀 大德啊 我刚才 以这样的心情 我身上 有这么一个 马上 每个毛孔都热的反应 以这么一朵花 供养佛 那么你看一看 功德有多大呢 这位比丘说啊 哦 这个 我刚出家受戒不久 只知道 离开世间的痛苦 其他的我都不知道 我也没有什么道德 也没有什么读过经 也没有读过书 你问我这个 我没办法回答你 你去找一个读过经的法师 去请问他 看你这朵花 供养了之后 有多大的福德 他又找到了一位 读经的法师 啊 师父 师父 就问 我这朵花供养了 有什么功德 这个法师就告诉他 你供这朵花 多大的功德 我不知道 我也没有神通 我只是在念经 我自己求福德 供花的功德 经上说是有的 你这朵花 供的功德多大 我不知道 诶 你去问 坐禅的 那边有个坐禅的 阿罗汉 他有神通 他是证得了 阿罗汉国的 这时候 活跌涅槃之后 还没有多久 刚刚涅槃 证得了 阿罗汉国的道人 得道之人 有很多 于是呢 这个供花的人 他就走过去 问了 证得六通的 阿罗汉 他就问 大德大德 你已经得了 阿罗汉国了 你能告诉我 我供花 有多大的利益吗 这位阿罗汉 就录定了 一录定 就魂魄出去了 观察了 观察完毕 他就说 嗯 我看到你供养的 这朵花呀 你身体的报身啊 舍了之后 你会受到天上的福 也就是说 你死了之后了 你会受天上的福 你的一生至千万亿世 也就是不停的 这一世那一世 千万亿世 这是一个大节 从一大节到八万大节 你的福 就是因为你供了 这朵花的福 还没有用完 以后的我就不知道了 他有功德的 因为阿罗汉的神通 是能够看到八万大节 所以为什么 有时候我们在人间 有些人通灵 他只能看到地府 而看不到天上 有些人只能看到鬼 看不到菩萨 而有些人能看到菩萨 他不一定看得到鬼 这一切就是 有待于他修心的 功德的大小 所以 那么 因为阿罗汉的神通 只通到八万大节 再上去他不知道了 那么边上围着臭热闹的人 大家就问阿罗汉 来问问他 问问他 师父 师父 你老人家有神通啊 你答复不出来 你能不能到天上 去问问 弥勒菩萨 就是 让他再 跑到更高的地方 去问菩萨去 于是这位阿罗汉 一路定 坐在那里路定了 他的灵魂神势 就到兜率天 去问 弥勒菩萨了 他就 终于是 弥勒菩萨就说了 这个人 只受 有事福 就是这个人呢 只受到了世间的福报 果报还没有进 就是因为他供养的花 受到的世间的福 到现在还在 有福气 果报还没进 弥勒菩萨 弥勒菩萨就说 你们要问的这种事 唯佛与佛 哪能究竟 佛才能探索到 究竟这朵花 供养有多少福气 一切 补助菩萨 都不能究竟 大家可能念经的时候 经常念到 补助菩萨 其实补助就是 后补位 就是说 还没有到佛的位置的 补助菩萨 就是后补位 弥勒菩萨的意思呢 这种事情 只有佛 才能知道究竟 连一切 补助菩萨 都不能究竟 都不知道 都看不到底的 弥勒菩笑着说 你等我下去 成了佛之后 我再来跟你说 弥勒菩讲笑话 就是说 你等我到了人间去啊 救人啊 之后啊 我成了佛了 我再来告诉你 这个故事 就是告诉你 我们小小的 用一个心情 心情就是 我们要供养佛的心情 去供养一朵花 弥勒菩萨 都说不尽 他的福德 供养一朵花 就有这样的功德呀 布施的功德 你知道会让你随心 所欲的 你今天布施了一朵花之后 你很多事情都顺利了 所以在物质当中 在我们人的眼睛当中 他还把它看得很重的 哎呀 我要布施花了 我能够物质随缘了 但是在菩萨的眼睛当中 菩萨不会把它当成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因为菩萨觉得供花 那是正常的 所以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不管供养什么 就跟这个刚刚说的这个菩萨一样 你要用心来布施 你觉得自己不够味 我要把这朵漂亮的 他认为非常美丽的金色的花朵 我要供给我们伟大的佛陀 你不单单是这朵花的供养 因为你要法供养 师父告诉你们 什么叫法供养啊 就是用心来对人家好 用心来供养别人 就叫法供养 因为你这样的供养 你不会贪着世间的福德 甚至连智慧也都不贪 但是你不贪 它会不会有呢 你们都知道了 这个故事就告诉你们 只要不贪 你无量无边的功德 无量无边的福德和智慧啊 你每一个事情的供养 都要好好地用心的话 你一定会成就你的佛 所以这个功德没办法说了 小小的供养 我们伟大的佛陀的一束花 为佛与佛乃能究竟 也就是说只有佛才能知道这朵花到底有多少功德 而我们人是不能知道这朵花 他供养有多少功德 这个就告诉我们 我们学博的人 要懂得用心 就是我们做什么事情 要生 要用内心来做 所以就是《心经》里面讲的 行生 行要生 行生 波罗波罗灭多时啊 当你在做这个时候 观世音菩萨说 你才能照见五蕴皆空啊 也就是说 你学佛越认真 你越能照见五蕴皆空 所以希望大家好好的学佛 能够照见五蕴皆空的话 你就能够得到正等正觉 以后还能成为佛无上正等正觉 好 今天呢就跟大家讲到这里 希望下一次能够再跟大家讲 怎么样照见五蕴皆空 好 那么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